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赵露丝又穿睡衣出门了,只是4000元一套太奢侈,一般人买不起 赵露丝再次以一身独特的睡衣装扮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不同于普通人居家休闲的睡衣,赵露丝的这一身行头价格高达4000元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赵露丝身穿一套质地柔软,设计时尚的睡衣,颜色温柔且舒适,与他本人的气质相得益彰 他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脸上挂着轻松愉悦的笑容,仿佛刚从甜美的梦境中走出 他的步伐轻盈,姿态自在,完全不受外界目光的影响,自信地走在街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然而,这套睡衣的价格标签却让很多普通人望而却步 4000元一套的睡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 毕竟,在普通人的消费观念里,睡衣作为居家服饰 其主要的功能是舒适和实用,而不是用来炫耀或展示身份 那么,赵露丝为何会选择如此昂贵的睡衣呢? 这或许可以从他的职业身份和公众形象来解读 作为一位知名的演艺人士,赵露丝需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时尚敏感度和公众关注度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可能成为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因此,选择一套设计独特 品质上乘的睡衣,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形象的一种投资和包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追求奢华和浪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应该注重消费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奢华并不等于品质,也不等于幸福 在选择服饰或任何消费品时,我们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合理的决策 那么,如何在奢华与实用性之间找到平衡呢? 关键在于明确自己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 我们可以欣赏和追求美好的事物,但不应该让消费成为生活的负担或压力 在选择服饰时,我们可以注重品质和设计感,但也不必盲目追求高价位的品牌或奢侈品 适合自己的,能够让自己感到舒适和自信的衣服,才是最好的选择 总之,赵路斯穿4000元一套的睡衣出门,虽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但我们更应该从中思考如何理性看待消费和奢华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注重消费的合理性和实用性,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 毕竟,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 并不来自于物质的奢华,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平和